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在我小时候 因为我父亲在报馆工作 所以他每天都忙碌地在写稿 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动作 就是父亲在写稿 然后拿着铅笔 在旁边就在白纸上 也模仿着写字 对我来说 那好像是一个有趣的 模仿的游戏 从此我就爱上了用中文 中文也就是贯穿我 整个创作的成长的岁月 在19岁的时候 我就在当兵的年代 写了一篇最后的牛车水 那是一篇讲述 当时牛车水即将翻新了 然后我在它翻新之前 赶着去看它 保留原貌的最后一眼的那种心情 我也很庆幸在那样的年龄 就写下那样的一个时代的烙印 它也印证了文学它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跟社会跟历史密不可分 把国家民族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以个人的一个视角给记录下来 后来也成为了学校课本的课文 在我的初院的两年 对我的创作起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吹发作用 因为在那个年代是80年代初年 在新加坡很多学校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个创作的风气 很多学校无论是课外活动 或者是自发的组织了很多歌谣小组 我也是在那个年代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写了自己的第一首第二首歌曲 这种就是把自己年少学生的感受 然后用很真切的一种词跟曲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心声 也是我国一个历史阶段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本土音乐 开始萌芽的一个年代 那我个人对新尧呢 还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要求 一个是创造的精神 我觉得创造的精神呢 每个年代都需要的 一直到今天 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本地的中文流行音乐 很重要的奠基跟基础的力量 就是来自新尧的精神 当然第二点我也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本土的色彩 让我们以你为荣的感到自豪的 都是那些辨识度很高的信尧 大家觉得这样的歌就是属于我们新加坡人的 真的是原汁原味 由本地人创造出来的本地的华族文化 就比如说新加坡派这样一首歌曲 它是把小我的一个成长的记忆 在不同的年代的记忆 跟大我也就是国家的记忆 国家历史在不同年代的一个发展 给结合起来 歌是人类用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诉说自己内心的话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因为它很好的结合了音乐和文学 通过这些歌曲文学作品 它就把不同年代的读者听众 他们的心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凝聚力 或者是一个集体回忆 比如说我在17岁18岁所写的一首歌 在现在的17 18岁的学生也还在唱 真的做到了就是不同年代的博民 不同年代的学生等等 都能够有在同一首歌里面共同的感动 我曾经虽然说过老师一首歌 他在作者写好的时候 其实只是完成了一半 另外一半有赖于许许多多 后来有机会接触到这首歌 听歌的人唱歌的人 来完成这首歌的歌的价值和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